眼前的男人刚刚从银行的手里拿走了他这辈子全部的存款 为了扩展商业板块 他用自己所有的现金支付了购买这块地皮的定金 而根据合同规定 亚伯必须要在30天内支付150万美元的尾款 否则那50万的定金将会分文不剩 可就在他签下合同的时候 亚伯手下的货车司机卷毛在高速路口遇到了两名持枪的匪徒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两人把卷毛扔到地上 开走了这辆装满燃油的油罐车 等到亚伯得知消息 他赶紧来到医院看望了自己的员工 在安抚了卷毛过后 妻子安娜把亚伯叫出了病房 因为这已经不是公司的油罐车第一次被抢劫了 再加上最近亚伯正在扩展地盘 所以安娜肯定这件事是竞争对手干的 为了解决问题 安娜便想着去找自己的父亲 也是当地的黑帮老大来帮忙 可亚伯却拒绝了妻子的好意 虽然自己是接手了岳父的石油公司 但这20年来的经营 亚伯可以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践踏过法律 他在法律的约束下努力了20年 为的就是拿下这块既是码头 又能储存燃油的地平 即便公司最近被抢劫了好几辆油罐车 他也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 所以亚伯决定依靠法律解决这件事 可等到警察通知他找到了油罐车 和之前的结果一样 车里的燃油已经被运走了 他们只找到了一辆空车 为了解决这种一直被抢劫 却没有人管的情况 亚伯带着律师找到了当地的检察官 通过律师亚伯表述了自己的需求 他希望检察官督促警方 从根本上解决燃油车 一直被抢劫的这件事 可这检察官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他以这座城市本身就很混乱为由拒绝了亚伯 并且他表示亚伯即将会被自己起诉 原来这位地方检察官 从两年前便开始调查亚伯 他一直想要找到亚伯公司犯罪的证据 以此把他送进监狱 因为亚伯的公司曾经是他岳父的产业 所以检察官也下意识认为 这位黑帮老大的女婿也是帮派分子 可亚伯这些年来一直想要做到的 就是和帮派扯开关系 即便公司被犯罪分子骚扰 他也没想过动用岳父道上的关系 可检察官现在竟然如此看待自己 亚伯失望地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他回到公司 亚伯把公司即将被起诉的事情告诉了妻子 虽然安娜有点着急 但他也只是好奇检察官起诉他们的原因 因为他们公司一直遵纪守法 并不会出现任何法律问题 可亚伯却觉得妻子有点奇怪 而到了晚上 正在理发的亚伯遇到了他的竞争对手阿德 原来亚伯准备购买的那片地皮 正处于阿德生意流转的范围内 眼看自己的生意可能遭到威胁 阿德只能稍微警告了一番 但亚伯并不在乎 在他眼里 自己这么做也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什么 就在这天 亚伯和安娜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他们的新家 努力了那么多年 亚伯终于让妻子和孩子们住上了真正的大房子 但在当天晚上 看着狗子跑出卧室 亚伯赶紧下床去查看情况 可在这时 出于谨慎 亚伯从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棒球棍 随即他便跟着狗子一起检查了房子里所有的房间 可就在他走出大门环顾四周的时候 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毛贼突然窜出 而亚伯也因为光着脚丫追他而受了轻伤 眼下亚伯受伤为了收拾新家 他便打算明天去五八同城上找个保洁来打扫 并且亚伯为了安抚受到惊吓的安娜 他告诉妻子刚才那人只是一个想偷东西的小毛贼 并不是想要警告自己的同行 而安娜自然也会相信他心爱的丈夫 到了第二天 身为老板的亚伯正在教着公司里推销取暖项目的销售员们 他交给了员工们一些技巧 以此来让他们签下更多的业务 作为老板 他从不会吝啬自己的知识 只要能够对公司有帮助 亚伯什么都会告诉他们 并且在培训完员工之后 亚伯来医院亲自送卷毛回家 他不仅亲切地让卷毛安心休息 亚伯甚至拿出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他作为补偿 可就在亚伯离开之前 因为被殴打而产生阴影的卷毛 恳求老板把自己调到销售部门去 但亚伯拒绝了他 他希望卷毛能够克服恐惧 而不是一直逃避 可此时的家门口 刚取完信件的安娜竟然发现女儿正在拿着一把手枪 甚至正在把玩的孩子还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从女儿的口中 安娜得知了手枪被发现的位置 而那里正是昨晚被亚伯赶走的小毛贼藏匿的地方 安娜生气了 她立刻来到了公司 质问着昨晚安抚自己的丈夫 安娜十分担心亚伯的安全 小毛贼拿着枪来 这简直就是光明正大的威胁 她告诉亚伯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那安娜便会用她从父亲来学会的办法来解决 当然这只是她说的企划 可这时候 公司的律师却告诉两人检察官对他们进行了14项指控 为了应对检察官 亚伯立刻让安娜回家去重新审查一遍公司的账目 确保不要出现任何一丁点的纰漏 但此时货车司机工会的头领找到了亚伯 作为工会的负责人 他必须要保护司机们的权益 可现在油罐车经常被抢劫 这些运货的司机甚至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为了不让他们再被欺负 负责人要求亚伯给他的员工配备武器 但亚伯拒绝了他 因为这是违法的行为 他可不想武装自己手下的员工 可为了保护司机 负责人还是在私下里找到了律师 他要求律师必须立刻给司机们每人配上一把手枪 当然必须是合法的手枪 司机们只是用来保护自己 律师没有多想 他答应了负责人的请求 因为就在当天下午 公司里又有一辆油罐车被抢劫了 如此频繁的损失燃油 公司的亏损已经十分严重 所以他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亚伯 律师说出了所有的利比 可这却是亚伯的底线 而到了晚上 亚伯和安娜带着律师会见了当地银行的负责人亚瑟 为了支付150万的尾款 亚伯只能和银行合作 只有依靠银行的资金支持 他才能顺利拿下那片地皮 因为亚伯拥有信誉度十分高的还款记录 所以亚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但就在亚伯准备带妻子回家的时候 亚伯不幸地撞上了一头野鹿 并且这头野鹿还在血泊中挣扎 为了对野鹿施以仁慈 他只能下车来到野鹿的身边 亚伯戴上了手套 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了撬滚 但就在他十分犹豫的时候 安娜用手枪送走了这头野鹿 可他无疑是惹怒了亚伯 亚伯他强调过无数次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而且安娜没有持枪证 他拥有并且使用这把枪的行为都是在违法 虽然安娜是想用这把枪保护家人 但这样做会毁了亚伯努力的这一切 所以他不惜惹老婆生气 也要把这把枪扔掉 可就在亚伯和安娜给女儿举行生日派对的这天 早就做好准备的检察官 已经带人来到了亚伯家的门口 这检察官竟然要在亚伯女儿生日的当天 对他们家进行搜查 为了不让孩子难堪 亚伯只能让安娜去拖延五分钟 以此让他们能够把客人们请出去 听着安娜的请求检察官同意了 可亚伯和安娜要这五分钟的目的 是为了把一些文件暂时扔出房子 这是安娜的意思 因为这些账目他还没有审查过 不放心的他生怕会被检察官抓住把柄 亚伯有点难过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合法的经营公司20年 却还要躲着时常来找自己麻烦的检察官 但生活还要继续 亚伯在暂缓的心情过后 他来到了公司 在这里他鼓励着即将独自出门推销的销售员小毛 然后他来到更衣室 在这里亚伯见到了回来工作的卷毛 虽然卷毛身体恢复了 可他的心里却十分的害怕 经过抢劫之后 他始终害怕自己会再次被持枪的匪徒拦下殴打 但亚伯却让他再次直面恐惧 卷毛在听了亚伯说的一切之后 他感觉好多了 卷毛立刻开始工作 他开着油罐车 开始在车流中缓慢的前进 而另一边 首次上门的小王已经进到了一户人家之中 可就在这户人家准备招呼他去喝茶的时候 与此同时 因为堵车 卷毛再次看到了之前抢劫自己的匪徒 他害怕的赶紧通知了公司的调度原因 卷毛害怕了 虽然他很脆弱 但为了保护自己 卷毛拿出了工会头领分给他们的手枪 就在这群匪徒即将来到油罐车旁的时候 由于害怕加上无助 卷毛疯狂的下车和劫匪对峙 可正是另一个劫匪却爬进了驾驶室 在对射之后 警察已经朝着他们的方向赶来了 劫匪慌了卷毛也慌了 因为卷毛并没有持枪证 再加上他是非法移民 如果被警察抓住 他是肯定要被遣送出境的 而劫匪在逃离这里之前 还叫上了卷毛一起 卷毛太害怕了 看着身后正在朝他跑来的警察 卷毛害怕的开始往前奔跑 等到他跟着劫匪们进到大桥中间的房间 劫匪们告诉了卷毛离开这里的路线 随着卷毛稍微做好了准备 他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的小王正从大货车的货箱中醒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小王便被扔进了土坑里 眼下闹出了大事 亚伯只能赶紧找到检察官 他解释着卷毛持枪和自己并没有关系 他从来没有给司机们配备武器 可检察官并不听他解释 他只担心着自己会因为这起枪击事件影响事动 没办法亚伯只能离开 可当他回到公司 银行的负责人亚瑟早已等候多时 因为卷毛那件事 不仅是射击非法持枪射击 关键是他还逃走了 所以亚瑟只能撤回了银行本来承诺的贷款 亚伯很失望 这20年自己是如此注重还款幸运 他从来都是提前还款 亚伯从来没有拖欠过任何贷款 可银行根本不在乎这些 现在亚伯遇到了麻烦 他们只能取消了和亚伯之间的合作关系 而在送走亚瑟之后 亚伯他看到了浑身是伤的小王 眼下公司危机四伏 不仅是竞争对手们越来越过分的威胁 亚伯还要面临无法交付尾款的现实 现在离30天的期限只剩两天了 他必须要想办法筹到这150万 否则他们将失去一切 而在想办法筹钱之前 亚伯先是找到了藏起来的卷毛 亚伯理解卷毛害怕 但他不能让这小子毁掉自己20年的努力 所以亚伯把卷毛带到了警方的面前 他承诺会帮卷毛请律师 但前提必须是卷毛和公司扯亲关系 可这时卷毛却告诉亚伯自己并不坚强 他十分的脆弱 也可以说是懦弱 但这就是他本身的样子 亚伯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毁掉 这个一直以来都很努力的孩子 在去到警察那边之前 卷毛却突然和亚伯说道 紧接着卷毛便又一次逃离了现场 亚伯他还在忍受发生的一切 为了筹到钱交付尾款 他只能去找了曾经的那些商业敌人 在第一家亚伯借到了50万 20%的年利率 而且亚伯还要给他们提供5年的批发价燃油 自己多争取了三天的时间 在此之后 亚伯叫来了当地所有的石油经销商 因为那些被抢走的燃油 只有在座的各位能够消化掉 他明着告诉众人 请停止那卑鄙的商业竞争 请停止抢劫恐吓这种威胁方式 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而紧接着亚伯便找到自己的弟弟 因为两人的名下共同持有着一间公寓 为了筹钱亚伯只能让弟弟签字 以此把公寓抵押出去 能够拿到20多万的现金 并且此时的亚伯已经不在办公室里待着 为了让公司的损失不再加剧 他开始在油罐车送货的路线上等待 就在他再次收到油罐车被抢劫的消息之后 亚伯盯上了那两个劫匪 他一路追击 直到油罐车再穿过一个隧道之时侧翻在地 亚伯看着跳出驾驶是逃跑的劫匪 他捡起了劫匪掉下的手枪 而他这时才看到劫匪的同伴已经晕了过去 亚伯赶紧去追着逃跑的混蛋 两人跑了很久 这劫匪甚至还进到了地铁站 亚伯自然也立刻跟上 就在即将到达下一站的时候 亚伯发现了他 随着地铁到站 亚伯在地铁再次启动之前哭倒了劫匪 并且用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一直以来没有做过非法行当的亚伯终于忍不住 他疯狂地逼问劫匪是谁顾他做的这一切 可就在亚伯马上要开枪的时候 他还是做不到 亚伯赶走了劫匪 而这劫匪则表示自己并没有被人雇佣 但他每次抢到的燃油都会卖给同行阿德 亚伯明白了 他在理发店找到阿德 亚伯算了一笔账 这半年多的时间 阿德总计用低价购买了亚伯公司价值21万的燃油 可阿德不知道的是 这些燃油都是带有标记的 如果亚伯把这件事告诉联邦调查局 那面临亚伯的不仅是牢狱之灾 他的公司也会因为舆论迅速破产 而亚伯要的也不多 他只要21万 加上这笔钱 亚伯想要支付尾款还是不够 他只能找到自己多年的合作伙伴以及朋友皮特 为了从皮特那里借到钱 亚伯不惜用自己努力半辈子想要得到的地皮作为单本 等到亚伯回家 他终于凑齐了所有的钱 虽然他的身上背负了许多欠款 虽然竞争对手们逼他签下许多霸王条款 但亚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可就在他告诉了安娜发生的一切之后 早就有了打算的安娜写下了一个银行账户 而在这个账户里面则有着数百万的存款 这些钱足以让亚伯支付尾款 他也不需要去履行那些霸王条款 可亚伯不明白 他不明白妻子是哪来的这些钱 而安娜这时候则选择了坦白 原来自从亚伯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安娜便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当然这是违法的 这不仅涉及了挪用公款 甚至还有逃税的罪行 可安娜她知道迟早会有用上这笔钱的时候 所以她从来没有动过这些钱 安娜一直在留有后手 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但亚伯很生气 她十分担心安娜会因为这笔钱而进到监狱 她也担心这笔钱会毁掉她二十年来的努力 可安娜却表示这笔钱早就洗干净了 这些钱就是他们的合法收入 但亚伯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不会用这笔钱 可安娜也受不了了 这些年来 亚伯一直以为自己是靠的正当手段拥有的这一切 可一直是安娜在背地里做着那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她洗钱挪用公款 为的就是满足亚伯心中的理想 亚伯是一个极度的理想主义者 在她的心中 只要自己做的一切都符合法律 那么事情就一定会成功 可亚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年来一直顺风顺水 究竟是谁替她干了脏谱 经过一夜的冷静 亚伯终于想通了一切 她同意用这笔钱去支付违款 亚伯已经开始做出了改编 随着她和约瑟夫签署了完整的购买合同 凭借着这片地皮 他们的生意即将扩大数倍 在经历了这一切过后 亚伯终于得到了她想拥有的一切 可这时候 此前逃跑的卷毛却持枪来到了几人的面前 卷毛失去了一切 她已经无处可逃了 卷毛能怎么办 让她被遣送出境她做不到 因为在这里还有她的家人 卷毛已经崩溃了 她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所以在听到了亚伯的承诺之后 卷毛做出了她的选择 可就在一切发生之后 亚伯并没有去看选择自尽的卷毛 她反倒是来到被击穿的油罐面前 用方巾堵住了正在流出的燃油 在这一刻 亚伯彻底成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资本家 她已经和之前那个关心员工的好老板 彻底划清了界限 亚伯完成了属于她的蜕变 叫警察 亚伯彻底成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资本家 亚伯彻底成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资本家